清晨7點半一輛黑色休旅車 從停車場出來 正要左轉開向主幹道 為了避免發生意外 還刻意放慢速度 但沒想到意外 還是發生在下一秒 一台機車從後方撞了上來 騎士當場倒地 機車還卡在休旅車輪下 機車車體 幾乎要捲進黑色休旅車車底 交通意外發生在15號早上 7點半的交通尖峰時段 就在新北大道三段 黑色休旅車 64歲的黃姓女駕駛 沒注意到左方機車 就從地下車道轉出路口 19歲的理性騎士 一頭撞了上來 意外來的突然 是意圖看得更清楚 休旅車左轉機車直行 疑似車主視線死腳 才會撞成一團 解放到場後 發現兩個人 九側直都是零 狂信旅駕駛 自停車場使出 疑似有為注意慢車道的車況 導致說理性騎士執行師 與之發生碰撞 車禍發生後 交通一度阻塞 幸好警方即時疏倒 其實也只有膝蓋擦傷 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虛禁一場 記者夏威山宋俊義 新北市報導 活動